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台股今天維持反彈 但那個氣勢就很明顯的就一般般 沒有說非常的強勁 雅股尾盤都差不多 麥芽都出現 韓國殺下來翻黑 橫生殺下來翻黑 上海跟日本維持小漲 台灣交易指數的部分開盤一度跌 後來翻紅上漲64點 尾盤又一度翻黑 中場拉起來小漲17點 收在11573點 超量1569億 原則上我的看法是 這個盤是他驚魂未定 因為疫情的新聞每天都有 現在的新增案例還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因為其實沒有被檢查出來的病例 原本就比預期中來得多的相當多 所以現在只是說慢慢的開始反應一個真實的狀況 大概疫情會在未來一兩個禮拜的時間之內 可能會看到這一波的一個高點 但股市它會先反應完畢 但因為現在還在反應的過程當中 所以消息面就是說 還是比較讓人心心膽跳 所以市場心心還沒有辦法很快速的凝聚 所以指數的部分 你說反彈導狀反轉的形態 半連線的支撐有效 但是你說要直線的V型反轉 一路的公過季線月線 我認為應該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所以可能就是先轉上來 然後慢慢貼音機線 然後在那邊做一個整理 我認為這個機率相當高 這個機率相當高 畢竟台灣就在大陸的旁邊 大陸是疫情的中心 台灣 香港 或者澳門 當然就比較緊張一點 那澳門沒有股票 所以香港跟台灣的股市 當然就會比較有一個警覺性 不過我認為它會逐漸脫鉤 我就股市的部分 如果說它跟疫情 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相關 可能就是比如說春節的大陸那邊 延後上工 延後開工 多少會影響二月份的一些營收 這部分如果說它已經逐漸的反應在營收之上 抱歉 反應在股價之上 反應完畢之後 終究它如果需求不會消失 只是地緣 最後反應回基本面的話 股價還是要往上 所以我認為最恐慌的時間已經過了 再來就是回歸基本面 陸續的時間已經5號了 5號 6號 7號 8號 9號 10號 陸續要公佈營收 誰營收能拿出好消息的 當然股價就會強 所以 行情不至於V轉 但這個導動反轉的心態 我認為它是一個成功的轉折 慢慢回到季線或者月線附近 在這邊做一個整理 強勢的股票 再來就各自表演 所以 我認為基本面非常重要 基本面非常重要 所以 在 春節的時候 我就用時間完成了一個 鼠年的最新的研究報告 那我把各個產業各個族群 或者從財報的角度來說 或者從營收的成長 EPS的角度來說 我挑了很多的精品股 我認為都是這一次 即便沒有發生股災 他們都已經是數一數二的 非常好的選擇 那發生股災股價還跌下來 這就是非常好的買點 所以在 正好是利用春節時間完成的 鼠年的最新研究報告裡面 就會提到很多 這個波段我認為 非常棒的標的 比如說最近殺了很慘的統心 昨天就反彈了6.6% 我說它是高毛利高盈利率的股票 然後今天呢 延續昨天反彈 漲停板 最高來到139.5 兩天就漲了大概超過15% 非常非常強勢 非常強勢 那強勢是有原因的 因為 短短時間之內就跌了大概三根 從 高點180幾塊 那這一個股災起跌前 那一百六幾塊 一路殺到一百二十一塊 起跌是相當兇猛 相當兇猛 但它基本面其實好得不得了 因為它的毛利率高達58% 它的營業率高達30% 那 今年又是 光纖元件 在5G的這個部分 它的商機剛上來 它是一個5G的光纖元件的元年 那 統心的電信業者的客戶 他們5G的相關的 那個 設備 那些建置 剛開始鋪設 預估這個鋪設期至少長達兩年以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長達兩年的 這個訂單的週期 所以5G訂單長達兩年 今年剛開始 去年才 剛開始一點點 那今年會開始明顯 那回到我們說的 它的毛利率18 營業高達三成 基本上這種水準幾乎是頂尖的 比如說 IE設計公司 或者是 甚至一些軟體股 才有 這麼好的一個營業率毛利率的水準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毛利率高 營業率高的公司 如果營收成長 如果你毛利很低 營利率很低 你營收成長 你帶動獲利成長那個幅度當然就不大 但如果說你毛利率很高 營業率很高 你營收又往上跳 你移存管嘛 所以獲利就跳得快 所以這個就回到我常在講就是說 我的超完心法裡面有幾個重點 有幾個重點 比如說 我超完心法裡面第一個就是 三次三成獲利比一次賺一倍 要容易得多嘛 這三三三嘛 第二個就是產品漲價 股票最標 第三個就是毛利率網上的公司股票最標 這都是有道理 高毛利就是利潤高 那頭要的營收你就賺比別人多 那更不要說當營收成長的時候你就賺得更快 那今年又是5G的元年 那5G訂單長達兩年 所以後面我認為好得不得了 那股價短線又殺過頭 那你要說是斷頭洗盤 Anyway 反正就遇到股災嘛 其實你不用太過去解讀說 為什麼股票殺成這個樣子 只要它基本面沒變 那根據我的經驗 殺下去之後 未來就怎麼下去就怎麼上去 所以我昨天才會說 它相當有機會做一個V型的反轉 因為它的利潤太高 利潤太高 而且又是一個5G的趨勢 所以這種股票 它被挫殺之後強談 那個是一定跑不掉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我想就是說 它都符合鄭老師 對於所謂的金平股的選股的條件 比如說過程期間我就跟大家說 金平股的四大指標 第一個是毛利率或者盈利率 第二個就EPS 你賺錢賺得少的 你不要跟我說你公司多厲害多好 你連能幫股東賺錢都賺不到了 當然公司競爭率有限 所以你EPS要高 毛利率又要高 你要有很好的成長性 因為如果說你每年都持平 那你大概本一比的十倍都不會到 但如果說你非常有一個強力的擴張性的話 那股價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你有越高的市占率 就代表你的定價能力越強 你不用有殺價的壓力 你會維持一個非常好的競爭力 維持一個非常好的利潤 毛利率盈利率就會高 滿足這幾個條件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金平股 那這些金平股的部分 比如說 在去年2019年到2020年 我們用這樣的條件 幫大家完成了非常多的金平股的戰績 比如說世新從130到250 我就漲了 賺了92% 勵志從38到76剛好賺100% 一倍 泰塑從40到100賺了150% 雙紅從185到235賺了27% 這個接近三成 形象第一波215到400 第二波389到474其實不止 過完年之後最高來到503 也賺了超過100% 125% 昌和從19最高其實不止227 最高到245塊 當然這兩天拉回到200他附近 最高一度賺三成 康友除原前257到除原後 還原全值大概310 最高大概賺了兩成 賺了兩成 所以這些其實都符合鄭老師 對金平股的一些選股的條件 那當他賣取這些選股的條件的時候 其實最後你會發現就是說 當市場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之下 當然現在股災也是不穩定 所以他會抄底 但他後面總是又會不如穩定不如正軌 拿好的股票 基本面開始就是隨著營收獲利逐漸公佈 那股價開始陸續反應的情況之下 所以股票一個波段下來都是不得了大波段 那形象就是一倍 太碩也是超過一倍 勵志也是超過一倍 那四星也是超過一倍 所以這股票都賺得不得了 我大賺 我大賺 以同樣的邏輯 過年前很多好股票 那我認為就已經很棒了 沒有想到過個年 朱陽變色 疫情大爆發 在一個月前 鄭老師就有分寄給大家聽 我說美國跟伊朗的軍事的衝突 那個是風險是可控制的 我認為那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事實證明後來沒有問題 但我那時候我就說 武漢肺炎的部分那是不確定因素 這個要比較小心 結果很遺憾的就是說 人家說烏鴉嘴嗎 還是說這是我們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沒想到他就真的就是 變成這個樣子 那過個年朱陽變色 原本非常強勢的精品股 瞬間刷個一二十趴下去 結果很多好股票 他是買點就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大家 你如果有現金 那你就下雨減 半個月一個月之後 我相信賺多賺少 那應該都有不錯的收穫 那如果說你真的就是 手上比較多套牢的 你沒有多餘的現金 那你要換 把一些比較二線的 三線的 比較弱勢的 其實比較差的 營收也不怎樣 那你就把它換到 一樣疊下來的好股票 精品股 等到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之後 你發現就是說 強的股票漲三成 弱的股票還趴在那邊 那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換精品股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所以我才會就是說 利用過年期間完成這個屬年 最新的報告 來供大家索取 讓大家去參考 那答到這個報告很簡單 我想你只要加入正老師的LightEd 你可以搜尋小小鼠 S T O C K M A S T R 就可以找到正老師的LightEd的帳號 然後或者是旁邊這個QR Code 你掃一下更簡單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LightEd 然後你進入主頁 不難找到正老師的表單 填了表單之後 那你的相關的聯絡資訊 我們就會跟你聯絡 然後就把聯絡報告提供給你 那我相信就是說 對大家的選股 看是要買股票或是換股票 都會有非常幫助 因為這都是我精選的最強的精品股 那這裡面的報告的部分 還包含 比如說 今天非常強勢的強述 股災不但沒跌 這個還大漲創新高 今天中場漲58塊 收871塊 盤中最高876 再創挂牌的新的 挂牌新天價 那為什麼 人家毛利率51% 銀益率33% 剛剛跟統新一樣 就是統新年是50幾跟3幾 第三季賺405 一到三季賺了12.06 那你要說賺12塊 去年給你賺個16 17塊錢 大概股價現在800多塊股價也是很高 但是因為人家是AMD的供應商 同時也是Intel的供應商 今年這兩家公司 增相推出全新的處理性的相關的新產品 所以可預見今年的享受意義會非常好 所以股價如此強勢 那在我的言論報告裡面也有 所以其實言論報告已經匯整了各族群的最強勢股票 普瑞是前面最高679 過完年打下來很快又漲回來 今天最高646 其實離高點沒有差太多 雖然尾盤有賣押了 但大盤都有賣押 所以其實也不是他的問題 但他是在所有軍艦之上 這也非常強勢 毛利率42 盈利率21 第三季賺多少 賺9塊錢 賺的比星象還多 更不要說同樣世界一設計股的系列 第三季賺6.47 前三季的系列是賺18.29元 這一波最高價是漲到1250元的去 昨天最高 但普瑞呢 前三季賺多少 23.58 23.58 比系列還多了5塊錢吧 多了5塊錢 因為系列前三季賺了18塊 普瑞是賺了23塊 所以普瑞賺更多 毛利率又高 盈利又高 所以這也是正在一個 本益比向上調升的過程 這個也在我的言論報告當中 所以如果說跌下來 你真的搞不清楚說什麼股票 可以keep住 可以留著等反彈 什麼股票你應該是要停損 或者是換到更強勢的金銘股 如果說你想換 你也不曉得該換什麼 除了今天上常用永遠的時間 跟大家聊的一些我非常看好的標題之外 有更多的標題都在這個鼠年的最新永遠的報告裡面 這報告很簡單 就是更簡單的方式你也不用加入這種社群 當然加入社群有很多的好處 因為盤中我會給大家一些即時的解盤的分析文章 你可以加入我的FB 搜尋股市財人爭論中就有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AD 那QR Code 掃一下就有 或者我最新的Telegram的頻道 你只要去LINE AD 或者FB 你就可以找到怎麼加入鄭老師的Telegram的頻道 然後加入之後 填下表單 你就可以得到鄭老師最新鼠年的研究報告 我相信對大家在選股換股上 一定會有巨大的幫助 畢竟這個是鄭老師在過年花了一些心思把它完成的 所以大家只要認真去索取 我想報告的一個給大家的索取的 大概就會到這一週 所以大家就把握機會了 另外一檔挫殺股就是倉和 封關前最後一天最高來到244、245 當天收盤240 創下收盤價跟股價的盤中的歷史的新高 原本就是一個強勢的揚升格局 結果過年朱洋變色 那強勢股就被抓來補跌 所以開盤第一天就跌停板 第二天稍微平盤 第三天是下去 第十天就反彈 然後今天再下去再反彈 尾盤 股價就維持一個小賞 五毛 賞不多 當然大盤今天那種 就是短線反彈上來的一個小賣壓還是不少 所以強勢股就是說 那個強勢的反彈的行情還在醞釀當中 但昨天殺去洗一次 把殺去洗一次 今天殺下去再洗一次 我認為這個洗盤換手 應該是差不多了 因為它的太陽能的相關的供應鏈 我想受疫情影響小 當然大陸的停工或多或少都有影響 可能影響到二月份營收 但需求不會消失 就是只是遞延 所以即便是二月份營收可能稍微少一點 那加工maybe可以趕回來 所以影響多少目前很難評估 可能連公司自己都不知道 那三月份的部分如果營收稍微遞延的話 那三月份會好上加好 加上我們預期就是說 它的新可能陸續開出三月份的 單月產出的目標會高達兩億四的話 目前的營收是1.94億 如果說到三月份可以達到大概兩億三兩億四的話 那單月份的EPS 會從大概十一月份的一塊字跳到兩塊錢 所以目前我們推估它單月份的獲利水準 已經超過了五塊錢 第二季有機會超過六塊 全年超過二十塊錢 以上獲利水準 人家股價都是超過五百塊以上 一千塊的都有 那以他的獲利水準股價只有兩百塊錢 不到 今天甚至連兩百塊都不到 只有一百九十九塊半 這樣子 都是低估 都是低估 所以這種股票 基本上拉回都是買 拉回都是買 那買了可能每天上下震盪 你可能會很緊張 所以我才會說 買完之後關掉電腦 關掉手機 關掉電視 關掉APP 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回頭一看你發現這些好股票 在疫情爆發的當下市場最恐慌的過程 如果你勇於下去低檔買進的話 到時候應該都是賺大錢 因為他們都有最強的基本面座製程 所以這場市是堅持只買金民股 所以只要這金民股 它有最強的毛利率 營益率 EPS 成長性跟試占率的話 股價它可以抵抗利空 最後終究它會漲上去再重新 相關的更多的金民股 都在鼠年最新的研究報告當中 是我利用春節時間所完成的報告 那在這邊要把它提供給大家 供大家索取參考 讓大家知道該買什麼 該佈局什麼 該換股票 買什麼金民股 所以要得到這個最新研究報告很簡單 就是說加入Lineat 填表單 或者加入FB Telegram 都可以 Lineat比較簡單 就是掃描QR Code 就有了 QR Code 掃一下 或者搜尋 STOC跟MST 小老鼠 STAR Master 進入主頁填一下表單 就可以得到 曾老師鼠年的最新的研究報告 那給大家很有幫助 趕快去搜尋 趕快打電話也可以 打電話會更簡單 等會我們再聊 好 加股票 那NASDA的部分 在今天早上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再創一個歷史的新高紀錄 來到9485點 所以美股它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每次國際有股災 它都可以第一個漲上去 而且即便是美國引起的股災 它都可以先漲回去 先創新高 所以當然NASDA 可以再創一個新高的過程 當然這有非常大的貢獻 來自於Tesla的一個大漲 最近飆到大概900美元 800多美元 昨天就漲了13% 帶動Tesla 這個NASDA大漲 但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美國科技股 其實受到疫情的影響並不大 這也告訴我們 當疫情慢慢趨於平緩之後 台灣的相關電子股的供應鏈 其實未來股價一定就是回復常態 再走一個穿高的行情 因為今年本來就是 我們要看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6000 都有人看 我認為這個方向是不變的 所以短線即便是大陸 可能有一些延後開工 停工 影響供應鏈二月份的營收 但我認為最後最終需求低延的過程 三月份會大好 所以短線即便是股價因此壓回 都不用太過擔心 比如說茂林的部分 在禮拜二盤中 一度的反彈4.2% 尖尾盤又被壓下來 又被壓下來 但我認為這個都是在反映 可能二月份的營收 可能有一些雜音 但是我認為他二月份營收 應該還是好 因為他拿下 MacBook iPad鍵盤獨家的訂單 可以拿到Apple的任何一個 產品獨家訂單 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就看過去的郁金光 怎麼從幾十塊漲到幾百塊錢 過去的康控從幾十漲到六百塊錢 其實那個很多的例子 二月份營收 我們估計將翻倍 出貨一路往上第三季 去年賺兩塊七 今年上漲18到20塊錢 五月份營收應該維持成長 所以拉回的過程 這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精明股 那可能時間不多啦 那另外星象的部分 昨天大漲24塊半 今天稍微多壓回 尾盤又拉了一個尾盤 那忘記嘛 所以這個就是股價拉回 我認為基本上都是買點 都是買點 鼠年最新研究報告 加入鄭老師拉X 表單舔一舔 收益小小鼠SRMS 或者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Lite 那把進入主業的田一年表單 就可以得到鄭老師 幫大家完成的鼠年最新研究報告 對你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趕快行動吧 打電話OK 祝大家收視頻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